选战进入倒数 基隆选情同样激烈 立委高嘉瑜献身帮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蔡世英扫街败票 日前蔡世英竞选看板被指控占用国有地违反规定阻碍交通 对手谢国良点名市长林又昌做事不管 蔡世英表示有些是支持者挂的 目前所有布条全部拆除了 两人战火持续延烧跟互相提告 谢国良在10月初指控蔡世英团队有黑道成员跟里长强行汇选 减到目前扣留2万现金汇款 案情还在调查中 下午蔡世英则到基隆地检署提告 谢国良以公益名义发送价值300元物资给市民 涉嫌汇选 透过送礼物的方式来争取市民的认同 我认为是非常不可取的 我们针对基隆市的中低收入户 我们提供了一些物资 在今年1月就拿到的物资包 要等到今年11月才能打开来用 但不是把它吃掉 而是拿来检举我汇选 双方提告半个月内 蔡世英总共三度提告 10月被指控竞选团队成员强行汇选 提污告 接着再指控谢国良金星公司涉嫌洗钱 以及物资包涉嫌汇选 基隆蓝绿两党已经进入短兵香蕉阶段 选情陷入胶灼 TVS新闻流行魁煌进分 基隆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中文字幕提供